这里是山东教育电视台 名家论坛 管理是一门高度智慧的艺术 是一门极为深奥的科学 台湾著名经济学家 著名旗馆专家曾世强教授 把握中国人的特质 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管理的路子 在西方 美国的费雷德里克·泰勒 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 而曾世强教授则被誉为 中国式管理之父 多年来 他应邀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香港 中国大陆 演讲企业管理 演讲风格深入浅出 大致若鱼 入目三分 中国式管理是中国5000年的 社会文化精粹 是迈向成功的必修课程 曾世强教授的人性管理 每晚11点与您相约 山东教育电视台 名家论坛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中国教育电视 山东台的名家论坛节目 今天我们的嘉宾呢 还是来自台湾的 曾世强教授 曾教授您好 各位好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 在遇到一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 或者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我是建议各位看我们这个节目 你要联系的看 要不然会搞得一塌糊涂 因为我们这是一连贯的东西 你如果断章取遇 那一定受害的 比如说我们讲到 有制度 但是你不能百分之百去执行 不能 你一百分之百去执行 它就非常僵化 它力行会管得很好 例外的就搞了一团招 但是太多的例外 毕竟不是好现象 那就没有法嘛 哪一种法呢 对不对 所以当你发现了 例外越来越多 你知道法本身有问题 是制度有问题 它才会产生这么多例外 可是例外它是必然产生的 所以当你发现例外多的时候 你就赶快要去修订法 减少例外 这样就对了 我们在考虑任何事情 跟西方人不一样 西方人是依法处理 法怎么规定 我怎么处理 中国人不会 中国人他会把法放在肚子里面 因为叫做心知肚明 中国人都是心知肚明 中国人都是心有数的 没有一个种人是傻瓜 他知道我一把法抖出来 就删感情 就删了感情 删了感情 大家就不和气 不和气 最后我一定答应 我一定答应 你想想看 很多人在执法的时候 他都有这样的顾虑 谁把法抖出来 那个人就是坏人一个 他做坏人 所以他承担 人家做好人 他好像得了很多的好处 我们整个社会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那我们是没有希望 因为这不是儒家的道理 儒家把法叫做礼 礼貌的礼 你看孔子 他是很讲究礼的 可是制度要合理 制度一定要合理化 所以我现在很清楚地讲 制度化马上要考虑到合理化 只要你的制度很合理 大家都能够遵守 你的制度本身不合理 制度有问题 可是你要跟中文讲理很难 怎么讲讲不通 中文你越有道理 他又不听你 这很有意思 因为硬碰硬 没办法 所以我们会把琴拿出来 你看叫琴礼法 这个琴礼法 当时妙用无穷 我们从琴入手 不要从法入手 我建议所有中国人 把法放在肚子里面 当父案 心中有一把尺 就是礼 这个就是我们的礼 礼是在这里 外国人心中没有这把尺 没有 你这把尺就是合理 但嘴巴要合情 嘴巴专门讲情 心里想的是礼 肚子里面那一套是法 你就白无禁忌 什么都同 我看到一个员工 事情做不好 我马上处罚他 我很冒险 因为他可能有很多原因造成 那我如果骂错了 我下不了台 对不对 所以中国人多半会给他面子 你这样做一定有道理 他说没有 是我搞错了 他很容易承认 他非常容易承认 中国人你只要说他有道理 他很容易承认 这是我搞错了 你开始骂他 他就抗拒 他就讲了很多歪理 中文天底下都会讲歪理的 因为我们到底是相对的 中文最厉害的 我们到底都是相对 你看这个先生跟爱人 先生跟爱人的对话 你看他们两个对话 就充分代表中国人 先生说明天开始放长假 我们出去溜达溜达 走走吧 太太一定讲 放长假 大家都出门 人多车多 挤热闹干什么 你看他永远是对的 中国社会不发脑筋人永远是对的 那先生就说既然这样 我们就留在家里好了 太太马上讲 在家都无聊 你跟他又对 那先生就有点气呀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太太说问你呀 怎么老问我呢 你看他都没有事 你在忙着要死 我们这个道理是相对的 中文人最厉害就是 你说东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西 你说西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南 我永远不会跟你斗在一起 你就完了 所以你只要得不到老板的心 你跟老板怎么谈谈不懂 你说这件事情 我马上去就好不好 他说你急什么 他说有的是时间 你说那我明天再去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 那你今天要干什么 你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 他说你不会动了 今天你不会想 你什么都问我 要把我论死了 他永远对 我不相信你 我不相信你搞得过中国人 就对 说什么都说不对 怎么办呢 所以有很多人说他口才好 我是感觉很可笑 中国人哪一个口才好 我不想哪个人口才好 人家是烂你 不跟你变而已 要跟你变 你没有一个人变得过中国人 因为他这个阴阳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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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在填表格 表格有什么积憾 填不填有什么关系 从很奇怪 凡是你认为重要的 老板都说那不重要 你没有做的 为什么不做 那才重要 这个老板的心态 我们要搞清楚 你老在里面忙 他觉得很奇怪 那外面事情谁做的 你今天搞这些 没有用的表单 那是骗人的 真正事情谁去干 你跑到外面去 他一看 你看 整天在外面跑 那里面这些表单水田 你永远没有办法去调食 那怎么办呢 对啊 中国社会就是这么难 家里人也是这样 两个人又看又不对的时候 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你在家 父母觉得很烦 你整天不工作 你在家干啥 你忙 家里是旅馆 回来睡个觉就走了 你算什么你 也玩 通通玩 怎么才能不完呢 我建议各位 要把琴摆在帮头 跟中文在一起 你就要按照我去做 我保证你效果 见面就给他面子 你一给他面子 他有了面子 他就很讲理 你要中文讲理 你就要给他面子 他就讲理 比如咱们还说这个老板 就是你在里边也不对 在外边也不对 这个老板 对 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开始去想 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 他才会这样 他是借故 他不是真的 他有心结 你把他心结一打开就没事了 中文很少就事论事的很少 因为中文讲这个事跟人是离不开的 西方人人跟事可以离开 中文所有人跟事都离不开 你看西方人听到一句话 他就这句话来演判 中文不是 中文听到一句话 先问谁说的 谁说的搞清楚再来演判 你不告诉我谁说我不会演判 不可能演判 我们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人 老板对我有心结 我去道歉也没有 我去说明也没有 我就开始想 大概是什么事情 我就用行动来表现 他就离开 你看夫妻吵架 你去道歉也没有 赔罪也没有 都没有 你就跟他搭杯茶就好了 他刚开始说不要来这套 你也不理他 再跟他拿个拖鞋 他就好了好了 放假就好了 中文是用行动来化解 不是用语言来辩解 我们现在完全搞错了 这样的话这个老板就 很容易收获很多 比如说我本来只是让你倒杯水 你为了揣测我的这个 为了揣测我到底为什么不高兴 很可能水也倒了 拖鞋也拿了 没有错 中国人一定要揣摩别人的心思 这句话孔子讲的 孔子说你讲话的时候 眼睛要看对方 如果你讲话的时候 眼睛不看对方 你跟瞎子一样 孔子都这样讲 插言观色 但是不能投其手号 我们一插言观色 就投其手号 那小人一个 我插言观色 但是我会合理的调试 我是调到合理 而不是投其手号 我不能投其手号 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是投其手号 那小人 可是你完全不插言观色 你完了 你通常完了 老板跟你越离越远 最后 我是说中国人不会把人免掉 不会把人掉直 都不会 他用一个叫做基数冷冻法 把你冷冰冻起来 不然你干涉 你就完了 中国人只要一条 基数冷冻 你啥事都没有 你就糟糕 七上八下 自动走 你照他还留意 没有关系 走得更快 中国人这一套厉害无比 琴 是给人家面子 我观察了三十年 一个中国人只要他 有了面子 他多半很前讲 你看一个人要插队 你说 没关系 他说不好意思 我坐你后面 他还插队说 你为什么插队 他说我插队 我比你早来 插队 我是临时游戏 出去一下 我又回来 怎么插队 中国人排队 跟西方人排队不一样 西方人排队 永远要坐在哪里 中国人排队 我眼睛就在排队 那是我的位置 你随便跟我动 外国人哪里 有个眼睛排队的 从眼睛排队 那是我的位置 你把他怎么样 一天天跟人家吵架 你自己还做什么人 对不对 中国人一看 他要插队 你是告诉他 你是很急 很急你现在没关系 他没关系 我站你后面 中国人很奇怪 只要有面子 他就很爱护这个面子 他就不能不讲理 我没有面子 我就忙不讲理 反正我没有面子 给一个中国人没有面子 你是最刺客的 我这个是有很多的案例 因为我们这次 虽然有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毕竟我们时间 还是不够展开的 所以像老板 有老板一套 老板魅力学 干部有干部一套 干部要紧是乘上其下 干部的要紧是 他没有什么魅力的 干部有什么魅力 干部是乘上其下 员工呢 基层的 实实在在 把工作做好 然后下面讲的话 我怎么知道对不对 我一个员工 我怎么知道 这干部讲的对 他照顾我 他讲的话就对的 你刁烂我 你讲话就错了 你从最简单的 你平时还那么照顾我 就是错也是对 不然我没有能力 我有什么能力去分 所以基层有基层的一套 干部有干部的一套 老板有老板的一套 然后叫做个按其微 西方把它叫做 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那孔子就讲 君君臣臣 孔子话是最简单的 老板要像老板 干部像高 员工像也能高 这样他自然有套制度出来 所以我们建议很简单 做什么事情 先从勤开始 不要从法开始 我面子给你 你很讲理 就不必谈法了 还要谈什么法 我面子给你 你不讲理 我再给你面子 你还是不讲理 我就翻脸无情 我马上就翻脸无情了 我就依法助理 你把我怎么样 对方没有发钱 法要摆在后面 所以为什么要请你 他有谈道理 对于做员工的人来说 如果 也有这种可能 比如说 也有这种可能 比如说别人给你排队的时候 你来 你是不是很急 谢谢 我确实有急事 对 那我们就要跟他谈信了 他确实有急事 你为什么给他 我就碰到一次 公安证人 这里是通关 我们出国一定通关吗 他就排队 排队整整集集 有一个人他就插队 他就插队 公安就过来 你插什么队 意思是说 你在我面前 你还敢插队 这个眼睛这么开吗 他说我不插队 那我不要插队 他拿起东西就放后走 然后他说 你们听他广播 我那个飞机 最后一名旅客 全机都在等我 我是因为赶车子来不及 要不要插队 公安就说 我送你进去 我送你进去 这就叫例外 不能什么叫例外 所以我一直讲 你说大家都照规定 这个例外事情谁来处理 谁来处理 整部飞机等他一个人 他的行李 这个飞机有个制度 就是说 你的行李在机舱里面 你飞上机不可 你不来 他要把所有行李拿出来 我们很多自己不了解 然后觉得别人不对 也存在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人 他确实脸皮厚 你给他面子 他反而利用你给他面子 有 有这种人 这种人 迟早他会吃贵 因为他养成一大堆坏习惯 中国人是这样 我给你面子 你很强力 大家很愉快 我给你面子 你就占我的便宜 我第一次让你占 以后我就知道 你这个人在我面前 没有信用 我再也不会给你面子 所以你看 那个当老板人 对这个人很客气 对这个人不客气 他会分辨 他这个人 你用不着给他客气 客气没有用 他就死定了 所以说 作为员工来说 那也得要 特别准确地去判断 你这个问题 非常重要 我建议所有中国人 当你得到人家的面子的时候 你要格外地讲理 你一定要格外地讲理 你就是个非常愉快的人 你看我们碰到一些人 他一直告诉你 说那一条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到底要不要相信 他可能是假的 他可能是真的 他都可能 你不相信他 你就会吃亏 因为他是真的 你相信他 你也会吃亏 因为他是假的 中国社会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没有一个人搞得清楚 你看我们药是真的 就很好用 但是有真药 他一定有假药 我们的社会麻烦就是 只要有真的东西 他一定有假的东西 你没办法 你怎么进怎么用 没有人能够防止这一点 那怎么办 就是平常要给人家 管接上缘 人家自然会告诉你 你看有做到有一天 那个卖的人会告诉你 这个 你不要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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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平常对他很好 都紧要管他会救你一命 我为什么会跟他讲实在话 因为他平常照顾我那么多 我不忍心骗他 我会告诉他 如果有第三者在 我会告诉他 你要这个东西 抱歉 我现在这个是别人要的 我等等再给你 等那个人走了 我告诉你 那个你不要卖 那没有效 他会跟你讲的很实在 我们是这样 赐亏一时 但是占便宜永久 这叫君子 赐亏一时 又一直赐亏下去 那就是呆瓜 那分清楚嘛 我赐亏一次 但是我对这个人就有警惕心 以后他讲什么 我不知道他会听 这样就好 我吃亏一次怕什么 我吃得起 喜欢占便宜的人 就是他的命不好 才会喜欢占便宜 因为他会养成一种习惯 你看反正是舍得的人 他福气都很够 反正舍不得的人 他都没有什么福气的 这不是迷信 这是他内心的需求 我经不起吃亏的时候 我就样样赚便宜 那你就没有那个能量 可以吃亏了 我根本不知道 吃亏点算什么 这个人他永远 福分很够 他不缺钱 很奇怪 因为他有这个气度 对 然后他就会有他的收获 一点不错 老实讲一个人 没有钱你怎么会舍得 因为你现在明明没有钱 但是你还是舍得 他钱会进来 他钱真的会进来 这很奥妙的事情 我到公司去 我第一步会问员工 你们薪水谁给的 我觉得各位回去 都要问问你的部署 你薪水谁给的 你说老板给的 就很奇怪 老板每个月 卖一栋房子给你钱 老板也不会印钞票 他拿来给你钱 公司给的 公司也不会印钞票 公司拿来给你钱 钱是你自己做案的 薪水你自己做案的 搞清楚一点 你想加薪 你赚的更多 你就分的更多 而他马上知道 我要加薪 我问自己 不要问老板 我好好做 我消得好 我自然就加薪 求老板没有用 所以我们话回头 讲这个制度 要知道制度 它是很僵化的东西 他必须要很多软件去配合 他才有益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说规定大家上班不能迟到 有用吗 没有用 没有用 我辅导的公司 从来没有人迟到过 只有一招就够了 我告诉老总 你六点半跟我上班 你六点半上班嘛 老总六点钟上班 所有经理乖乖的七点半以前都到期 不到期才怪 他到期你说你这么早来干什么 他明天就来得更早 你说应该这么早来 他明天就知道 你去试好了 尤其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我如果当老总 我六点半上班 他们乖乖七点钟就来 我说你看你这么早来干什么 我是年纪大睡不着 他这么早来 你这么早来干什么 他明天更早来 冲了就是这一套很奇怪 他知道你看见他 答案啦 只要部门经理七点钟到 科长统统七点半以前就到 所有人都到期 那老板就问我 那我这样还撑得住吗 我说没有问题 你等到大家都按部就班 都上轨道 你就回家睡觉 你就没有事了 你一时把大家带到正规上面去 你完全没有事 你还有什么事 你再不再是一样的 这次角色不同 不同角色 员工八点上班 他一定要奋斗到下午五点 所以他不能太早来 越是干部 越是要早来越是晚退 全世界都一样 我在美国看到很多CEO 早上四点钟就上班 很厉害 因为四点钟又不挤车 车不挤嘛 很顺 停车会也很慌张 停好他上去 就开始想 今天哪个人来 我要找他谈什么 哪个人谈什么 通通记号 一天的都准备好了 一看他 来来来 就跟他谈这事情 来来来来 谈到他们暗部就关 他完全没事 他去打高部 就去睡觉 这才是会当CEO 跟大家挤车子 打乱仗 那算什么 对不对 这套没有制度 这套有制度 就是制度外的事情 制度是帮助我们 把有行的规范好 但是制度外面还有很多软件 都要靠我们去运作 对不对 我觉得中国是管理真的很有趣 它不像人性化 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没有压力 都非常愉快 这是西方那套做不到的 西方能慢慢再学我们 有的时候可能会压力更大 因为你如果什么都比较清楚的时候 大家就按照清楚的东西去做 如果什么都不清楚 又要做好 那可能心理压力会更大一些 因为不清楚吗 当什么都清楚的时候 你经常是看错的 当什么都不清楚的时候 你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老板他不高兴了 他告诉我 我现在这桌子没擦干净 然后我就去把它擦干净了 这很简单 那就是应付 那就叫应付 如果老板很不高兴 他又不告诉我 他不会告诉我 我把整个屋子都打扫完 很可能他是因为院子里不干净而生气 那是他的事 我跟你讲 你真的要知道 你是什么都知道 我常讲一个老板 那个干部一脚踩进来 你知道他要跟你说什么话 你才是个好老板 等他一开口 你就很难跟他交通 他一进来 你就知道他要谈什么 我举例 一个生产客厂一进来 你马上知道 他还跟我谈加班会的事情 因为他一直觉得加班会不够 他代表他那部分的员工要跟我谈 没有 我等他一开口 我再跟他谈 很难 我就看在场有谁在 在场正好有总务客厂在 那是天老爷帮我忙 我就开始骂总务客厂 你这个家伙不想想干 你整天在花公司的钱 你还在啰嗦 人家生产客 你看 没有花公司的钱 都在尽心尽力在做 加班会那么低 没有人讲话 你有讲什么 然后我就问那个生产客厂 有事吗 他一说 没有没有 我说没关系 他在在 他溜跑了 我没事 他说 太简单 我们今天都是自己 没有一套办法 把自己累得要死 中文介绍是很灵光 如果中文客厂不在了 中文客厂总有别人在 如果没有人在 我赶快拨电话 骂得更凶 空号 你知道吗 你这个家伙乱来 你看现在生产客厂在我这里 他很委屈 你知道吗 那个不说天宁报应 那个加班会那么低 他都好言相权 为公司大局 拿香泥 他在那里 没事 他就走了 这套厉害的很 但常常用这样 那就没有人信你那套 完了以后 你就开始要去想办法 怎么调整 这样就对 所以中国有整套配套 那据老板也不轻松了 还不如他说了以后 你明白 很轻松 老板很轻松 老板不要轻松 你怎么能够 这么多人他心里想什么 全都能知道呢 我觉得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有百分之百 你一共不够管六七个部门 你管多少部门 他一定为这个事情来吗 他为别的事情来吗 不可能 生产科长不可能跟你谈销售的事情 不可能 那你一个CEO 老实讲公司里面最近哪一个部分 有什么事情 你心里清楚 看脸色就知道 哪里不知道 对不对 你看那个先生在外面做了坏事 但是回来太太都知道 不用问他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 因为他整个的行为就不一样了 还用问 中文是不用问 要培养这种东西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 直觉 第六感 第六感是非常管用的 我们太相信五官的感觉 各位五官的感觉都会偏 独栽片 我亲耳听到 听错了 我亲眼看到了 看错人了 科学家说 我从事实验了 整个过程都错了 有型的东西 其实都非常不可靠 这是中国人的学问 那这套看不见的东西 它很灵光 它非常灵光 它甚至可以遥控到很远的地方 其实就是用心情 对嘛 你看现在一家公司 分好几个地方 你连人都看不着 一定要能够遥控 大哥大都能遥控 人不能遥控 刚才听曾教授讲到 这个好像处理问题 这里面的玄机非常多 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 在处理事情之前的时候 要做非常周密的一种准备和思虑 怎么样在处理事情之前 做好这种周密的思虑 这里是山东教育电视台 名家论坛 管理是一门高度智慧的艺术 是一门极为深奥的科学 台湾著名经济学家 著名旗馆专家曾世强教授 把握中国人的特质 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管理的路子 在西方 美国的费雷德里克·泰勒 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 而曾世强教授则被誉为 中国式管理之父 多年来 他应邀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香港 中国大陆 演讲企业管理 演讲风格深入浅出 大致若鱼 入目三分 中国式管理是中国5000年的 社会文化精粹 是迈向成功的必修课程 曾世强教授的人性管理 每晚11点与您相约 山东教育电视台明家论坛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中国教育电视山东台的 明家论坛节目 今天我们的嘉宾 还是来自台湾的曾世强教授 曾教授您好 各位好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 在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或者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我是建议各位看我们这个节目 你要连续的看 要不然会搞得一塌糊涂 因为我们这是一年贯的东西 你如果断章取遇 那一定受害的 明天开门 不便宣由